昨天勞動就說到全民造星IV的60強引起公憤 有網友更揚言要霸體 今日導師梁祖堯就在IG出post 逐點回應大家的批評 阿祖說放棄了一些心得觀眾歡心的參賽者都很心痛 又說當晚都想救他們 不過一眾評判都認為 否能否回到活要以當晚的表現作準 拍攝時沒有任何宣傳出街 他們無法用觀眾原理衡量 講到這個位置阿祖的用詞就強硬一點 指觀眾有權說阿琳年紀大不適合做女團 不過無法否認她的表演氣場都優勝過很多人 又說為何39歲就不可以追夢 以到老是常出現的方方 四個字 沒有台實力 沒有補充 力撐復活這兩位的決定 接著她還自爆收到很多爆粗DM 不過理解大家都是想發洩一下 明白明白 不過復活的阿琳和網民就沒有那麼peace 首先澄清自己不用靠關係 再下戰書說網民XQ都唱到的話請她吃淡仔 之後戰火更愈來愈猛 這邊指控DV comment第2Q 那邊回發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最後以一句Stay kind 賺過一段 其實由入圍到第一輪淘汰都這麼具爭議性 原因離不開觀眾和導師評判對女團的認知落差 有網民就找回節目開播前 阿祖大眾化口味高瘦靚的 跳得唱得的女團都不用向ViuTV做 ViuTV的女團就不是傳統價值觀那種 要有個人特色 人們不禁要問 女團不看得不跳得不唱得 那是要看什麼呢 但站在旁邊的許廷鏗竟然傳承 是是是非常認同 而目前這種行個人特色的女團 似乎真的不適合網民觀眾的大眾化口味 有網民更狠到說 ViuTV版人粹根本對女團完全沒有concept 其實節目由第一日開播 只是導師評判都好像各有各簡 經理人阿Wing要15-25 青春無限的 阿祖Alfred要個人特色、才華的 花姐就… 要她自己喜歡的 一個女團各自表述 難怪大家會越講越激 阿祖在IG post也說收到大家的意見 會虛心受教、努力學習和改進 而節目的20強也剛剛誕生 不多不少都看到這次女團會走什麼路線 究竟是變女版MIRROR還是ERROR 大家又有什麼看法呢 歡迎留言說下 還有記得LIKE這條影片 最後聽廣告客戶有什麼說 只要在11月用Channel CHK專屬QR曲 在華盛證券戶口成功線上開戶 獎金獎品非常豐富 其中包括 直送兩股Twitter 價值大約1000元 首次入金3萬 還加送一手7522 ETF 價值大約200元 港股無限免勇 美股免勇半年 美股深度擺盤 直接看40檔報價 港股免費串流報價 價值288元 轉創載送現金券價值300元 11月有這麼多優惠 這麼多好處 立即來華盛開戶 訂閱Channel CHK看片片 開華盛戶口投資賺錢錢